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也比努力重要 所以选择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选错了 尽管你在努力 但是或许可能到最后你发现 这个可能不是必要的 那也就是造成了很多不快乐的人生 这个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 那么为什么说精彩呢 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精彩 也确实我觉得 为什么我很自信自豪的说很精彩 是因为我想我的生活很精彩 首先是因为我想 所以我去创造 我不会去等待 但是我会去创造我的精彩人生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两个小时 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每一个过程 我怎么做到的 那么其实我不是专家 我也不是什么导师 我只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对来说 我运用了这Leadership 这十个词汇 那么它造就了我的人生 那你说我是专家吗 不是 因为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还在学习当中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如果能够做分享 其实这个也是在造就我 不断的让我提升 所以也感谢你们聆听的机会 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好好地聆听我 然后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分享 好 谢谢 好 这个呢 我就不带 刚才大家知道都不认识我了 我本人是古今人 然后呢 我在 就是说 其实我都在全球 基本有大概30多个国家 我都到过了 那么我知道我还有150个国家 还没有去 因为全球有194个国家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本身虽然来自古今 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有过梦想 我相信世界是没有界限的 就是因为我相信世界没有界限 它就是一个地球圈 然后只要你愿意 这个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空行证 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很多人想去很多地方 但是没有去是他展现自己 所以我觉得 首先我把我自己的空行证 也打开了 因为我没有让别人 我没有等待别人来 我打开 是我自己先打开的 好 我们今天 因为leadership 什么意思 就是领导力 那么在我们进入 那10个词汇之前 我觉得首先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要 遗解这一个字 这个词汇 leadership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 其实你都是因为 要学习leadership 而参加DCI 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99%的人 因为 那么我就想要问大家 你们为什么要 要选择这个主题 作为你们学习跟目标 leadership 你参加DCI 你要当leader 为什么 来给我答案 有吗 为什么你要当 leader 为什么或者你 为什么选择leadership 因为我想当市长 因为你想当市长很好 跟他鼓掌 我希望你敢敢的讲 因为我想当市长 没有错 其实有很多时候 当这些 我想要当什么 因为比如说当市长 很少人会说我要当市长 或者我想当国家领导人 尽管可能 或许有可能 百分之九十人 会告诉你说 有不可能 你不要做目了 但是我建议你 一定要敢敢去想 只有你想了 你才可能 你才能做到 如果你放弃了的话 你永远做不到 那还有吗 还有什么 答案 来 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公司 好 那么你觉得 为什么学习leadership 就能够管理好你的公司 因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 他有本 他就会出现这个 就有那种影响力 就是有 通过有领导力 有了影响力过 自然而然就会有效力 很容易的 你会在管理公司 可能需要人才 或者是你的公司上面 的management方面 就有一个很好的管理 就让你的生意 就让你自己可以走 走开 或其他一个 杠杆的作用 对 OK